大家好 这里是神医所望者 我是南方小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通心结的打法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通心结 这个通心结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这个绳圈可以 缩短缩小的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拽紧的时候是这样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通心结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通心结 是这样打的 首先我们把绳子在上面打个单结起 这样打单结过来 现在收紧 收紧以后呢 我们把绳子这样穿过 要固定的 物体啊 或者空都可以啊 然后把绳头从这个单结空里面给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 然后 我们把这个绳头 绕过这个主绳 绕过来 然后再返回去 在这绳头上面 再打单结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给他收紧 上面这个组织上面这个单结也给他收紧 等于是说 组织上一个单结和绳头上一个单结 两个单结啊 然后我们打好以后呢 直接把它拽紧就OK了 把拽紧就OK了 大家看到没有 拽紧以后这个绳结是 牢牢报警的啊 不闪扣的大家看到没有 非常结实的一种绳结 我们通常把这种绳结呢 叫做通心结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通心结的打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 得吩装